歡迎收看有翔老師 佩妮教數學 那這個附帶一題 我們上一集介紹到多項式的乘法 那其實在課本在安排的時候 他會安排教一個所謂直式乘法的方式 就是把它當成是十位數字相乘 -2乘以3是這個-6 然後-2乘2x是這個-4x 然後x乘3是3x 然後x乘2x是2x平方加這樣子 那於是2x平方加x-6 那未來的這個教學裡面 你們都不會看到我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呢 當然我不反對這樣去教學生 可是我覺得到這個時間點 其實學生也應該可以適應分配率了 那未來的計算他們其實也應該要分配率去做 如果太依賴指示 就好像我們在教這個供應數公倍數的時候 我就會建議 就是我們要盡量擺脫對那個短除法的依賴 所以太依賴指示去算的話 有的時候會限制住學生的計算 有的時候學生他會用 如果今天一個學生他 他會是那種他想的很快 但是他一時沒想到他就卡住的話 那的確我們可以教他這樣子 按部就班的算出來 可是如果今天他沒有這樣子的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就要留意 他是不是每次都用特別慢的方法在算 其實我們就可以鼓勵他 就是讓他算快一點 甚至包括用型的算 那我們這一集主要是要介紹這個乘法公式 那來看一下乘法公式主要有三條 一個是A加B平方 一個是A減B的平方 一個是A加B乘A減B 那這個有休老師的慣例都是跟學生說公式不用背 然後常常用就會記得 不過這三條乘法公式我還是建議大家背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才剛學就要用 所以背起來是最好的 而且他有衍生一些特殊的使用方式 是來自於這個公式本身的 那在這裡來看一下 A加B的平方會是多少呢 我們上一集有提到過 A加B的平方其實就是A加B乘A加B 所以A乘A是A平方 然後A乘B是加AB 然後B乘A是 這裡是加BA 但是其實BA就是AB 因為乘法有交換率 所以B乘B是B平方 那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這個要叫學生背起來 有必要的話就是抽考 那來看一下圖的圖片說明 你現在看到綠色是一個邊長為A的正方形 然後橘色的這一段 小小的這一段是B 那所謂A加B的平方 也就是A加B乘A加B 這個大大的正方形 面積是多少呢 面積就是A平方加AB加 這個也是A乘B 這個是B平方 所以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那如果是A-B的平方呢 一樣根據分配率 A平方-AB-B乘A 所以是又減一個AB 再-B乘-B是加B平方 所以是A平方-2AB加B平方 也就是說綠色這一個是A 這一邊是A 可以嗎 綠色這個正方形是邊長為A的 那現在它的長跟寬都要縮減B 都要縮減B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剩下的這個 咖啡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的 所謂A-B的平方 那這樣子這塊是多大呢 它是整塊的A平方 對不對 整塊是A平方 整塊是A平方 它先扣掉了長是A A寬是B的這一條 然後第二刀踩過去 再扣掉紅色的這一條 對不對 再減一個AB 可是 如果你真的是在減值的話 你就會發現 我這一刀踩過去 會減出一個A乘B的這一條長條嗎 不會 為什麼 因為這裡已經被減掉了 對不對 這裡剛才的那一刀已經減掉了 所以說我現在這一刀只會留下 這個是B 這是A 所以它這一刀只會乘到它的寬是B 它的長已經只剩A-B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去乘開來 它就是A乘B-B平方 比如說 那於是它整個算起來就會是A乘B-AB-AB-B-B 又加乘B平方 這樣子 或者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如果我們想像 它的確可以把這一條長條的整條 減下來 那他是不是a平方减一条ab再减一条ab 那结果这个是不是就减两次 那不行啊我只能减一次 所以把一个b平方补给他 所以就a平方减2ab加b平方 这个常用就会记得了 看到下面这里 a加b乘a减b 那一样绿色的是边长尾a的正方形 如果我的一边长加了b 但是一边的宽呢我却是把b扣掉 那么我所剩下来的呢 我现在要求的是这个 粉红色的部分 对不对长是a加b宽是a减b 那这样子这块多少呢 一样我先去找了这个a平方 找了这个a平方之后呢 我把它一刀裁掉 裁掉的这块是a乘b 对不对 那接着我再把这一小段补给他 这一小段是多少呢 他是这个 他的宽是b 他的宽是b 然后他的长是a 所以是我再加了这个 他的长不是a 他的长是这个a减b嘛 所以他的宽是b 长是a减b 那于是你长开来 他是a平方减ab加ab减b平方 所以呢 这个就跟我们刚才没有写 用分配率的方式来算 来写一下 这个 a乘a是a平方 a乘负b是减ab b乘a是加ab b乘负b是减b平方 他是a平方减b平方 a加b乘a减b是a平方减b平方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三条的乘法共识 我们再很快的来写一次 让大家这个 复习一下 请跟着我念 a加b的平方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a减b的平方是a平方减2ab加b平方 a加b乘a减b 我们刚才是这样去推过来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是倒过来写 就是说这个a加b乘a减b 它是a平方减b平方 这样就是这三条乘法公式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刚刚说这条倒过来写 那其实它等号 等号两边本来就可以倒过来写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不只是要能够知道a加b的平方 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我们还要能够倒过来 当你看到a平方加2ab加b平方的时候 要能够知道 这个就是a加b的平方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会说 我建议乘法公式这三条要背 我刚刚说有一些的这个题目 它是从它公式的样子的这个形态出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背 那你心里想说 有熊老师刚刚不是就说了吗 我们用成的 好像展开的 我看到的时候 我再去成就好了 我有看懂 如果你心里想的是这样子的话 当它出现这个的时候 你就未必能想得到是a加b的平方 那甚至当它不是出现a平方加2ab加b平方 而是出现跟它很类似 跟它有点关联的东西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能够想得到 它跟a加b平方有关系呢 这个熟悉度要能够这个很快的出来 很快的发效 因为在这个单元学校不会停留太久 那因为尤其有很多这个使用数字来应用的题目 所以学生有的时候一开始学会来不及反应 建议稍微背一下 最好是在比如说暑假时就先学 好那么 刚才的这样子这三条乘法公式里面 有的时候呢 有的老师或有的教科书 他会把他的顺序稍微改一下 他会先写a平方加b平方再加2ab 那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也有人会先写a平方加b平方减2ab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把a加b的平方再加上a减b的平方的话呢 再来背一次 那个先给你背 快点 自己念一下 a加b的平方等于什么 等于a平方加2ab加b平方 a减b的平方等于a平方减2ab加b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两个如果相加的话 这个一加一减就会消掉 对不对 加2ab减2ab不见 剩a平方跟a平方b平方跟b平方 所以结果会剩下2a平方加2b平方 也就是它其实是两个a平方加b平方 这样可以吗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再来 如果今天我把a加b平方和a减b平方拿去对减 对减的话会怎么样呢 再一个 a平方加2ab加b平方 a减b平方是a平方减2ab加b平方 如果它对减的话呢 那么这里会变成是减的加的减的 然后再加起来 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它是a平方减a平方 b平方减b平方 但是2ab它是负负得正 它是加2ab 所以说到时候是这里跟这里会 减掉 一样的会减掉 那差一个号码的反而是2减负2 反而是加起来它会变成4ab 对吗 99平方应该很容易想到吧 它是100减1 100减1的平方是a减b的平方是a平方 1万 200减2ab2乘1乘100减这个200 再加b平方加1 所以它是9899 它是9899 那也许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看到这个100减1的平方 或者说它999平方那有的时候学生会有一种这个困顿他会想说我这样算是a减b的平方还是算是a减b的平方 a加b就是100加负1对不对 那在这里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没有差 你带1a减b的平方这个公式 那你是带100减1吗 那带100减1用这个a减b的平方它是100的平方减2倍的100加1 你如果是带a加b的平方也就是你是用100加负1这样子去平方 那平方出来呢它是100的平方 然后加2ab所以是加上2倍的负1乘100 所以是加上负200 再加负1平方又是正1 所以你看都是这个1万减200加1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乘法公式 那我们用的是a减b还是a加b没有差 再来看这个46平方 46平方感觉就不像99这么明显 它就是要用100减1去算 那想当然我们有很多算法 比如说你可以用50减4 50减4也不是多难算啊对不对 a减b平方嘛 50平方2500 然后减2ab 其实4乘50是200再乘2 减400 100加16啊 所以其实是2116啊 这样子可以吗 好这就是46的平方 好 然后来看这个 那这个23平方 23平方加乘2平方 这也是46平方的另外一种形式 对不对 46的平方 因为46就是23乘2 那根据指数率23乘2的平方 就是23平方再加2平方 那一样再去展开 或者你有背23平方去算吗 我是没有背 不过我们可以先来算一下 23的平方呢 一样20加3的平方 它是400加234 120再加9 所以23的平方其实是529 对 那再乘以4 这样子 所以是这个5是20 然后428是9是36 所以116 就一样 再来看这个 如果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这个46的平方呢 我们可以从45的平方去推个 如果你还记得 我们在1上教过 如何去算这个A15的平方 它就是A乘A加1 4乘5放到百位数 然后再赌上25 再莫两位 如果你 没有看到前面的 这个 节目的话 我印象中好像在第 国一上第4集还是第 反正第4到7集 莫几集 应该是4到7集的某一集 这个A15的平方 那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得到 45的平方是2025 45的平方是2025的话 那46的平方是多少呢 在这里我们很快的介绍一下 这个连续整数 他们的平方 也就是所谓的完全平方数 连续的完全平方数 他们之间的差 这个46的平方 它跟45的平方 你看我现在就写一个乘法公式 A平方-B平方 它是A加B 乘上A-B是1 所以你会发现 连续两个整数他们的 这个完全平方数的平方 刚好差会是差两个数 相加 所以46平方 它就是45平方 再加45 再加46 这样子 那45加46是91 因为45 自己乘2是90 所以把这个加91就是2025加91 是2116 我们在这里用三个方式来去算这个46的平方 我也强烈的建议你 如果想要教一个不会或刚学乘法公式的人 可以拿他来当例子 我们就连续的用他练习了好多有关乘法公式的计算 这样不是很好玩吗 对吧 来看这个151×149 其实这个也不难看出来 它是150加1乘上150-1 所以它是150平方-1平方 那1平方就是1 那150平方是多少 150平方你可以不用管那个0 它就是15的平方 15的平方是225 再乘10的平方 所以是225 00-1 所以是22499 可以吗 22499 也千万不要拿乘法公式 不要拿直式乘法去乘 来 13平方减掉这个 所以它是13加1087 乘13-1087 那13加1087是1200 乘以13-1087是1074-的 所以这个乘出来是负的哦 乘出来是负的 那么它会是多少呢 我们乘12是很容易的 就是用直式乘法去乘 刚才说不要用 因为乘12是用直式乘法去乘很容易 它就是1074 然后这个把它乘以2 移位到下面嘛 所以是8412 这样子 对不对 2148 对啊 2148 所以是1288800 我们算对呢 来看上一次留下来的作业 那这个乘法的部分 这个大家就自己来乘了 我们讲一题就好了 你看这一题哦 它有负的 那你会发现其实它是负的3加2x 这个东西在平方的时候 负a平方还是a平方 所以你就可以不用管负 所以其实它乘开来 会跟3加2x的平方是一样的哦 所以它其实是这个3加2x平方 我们利用这级交的乘法公式 是9加2ab2乘3乘2x是12x加4x平方 那这个就是答案 你可以把它降密写 就是把x平方写在前面 这个9写在最后面 这样 来看上一次没有讲完的这一题 求这个绿色部分的面积 所以呢 它是 这边你会发现呢 它这一题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它要把它变成两半 下面这一半有一个斜斜的三角形 底是5-x 它这里跟你讲垂直 所以其实它的高 它的高就是这个x加3 然后上面这个的底呢 这个 是2x-1 然后它的高是这个3x-2 所以它的算法就是x加3去乘上5-x除2 再加上2x-2 再加上2x-1去乘上3x-2 再除2 这样子 那我们就不展开了 这次的作业 好 这次的作业 再出的比上一集的多 因为其实你在做惩罚公式的时候就是 一个角其实就是类似在做分配率 就是在做这个 因氏惩罚 好 那我们今天的客户上在这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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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 我